瘟疫 战争 饥荒 一切早已注定 天启四骑士预言战后世界 圣经早已预言了疫情和战争 圣经中预言 当天启四骑士出现之后 灾难也将降临人间 一切都已经注定 一切都无法更改 只有当这些灾难结束后 世界才会迎来新生 那么圣经中的这段 圣经中表示 当世界不再信仰上帝 纷纷投入撒旦的怀抱时 上帝就会降下天启 天启四骑士 就是代表上帝来惩罚人间的使者 第一位出现在人间的 就是白马骑士 这位白马骑士 持着一匹白马 手上拿着弓箭 嘴里还一直说着 胜了又要胜 白马骑士是这场灾难的先锋 代表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人类的任何反抗都将被白马骑士摧毁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瘟疫 尤其是这场新冠疫情 白马骑士带来瘟疫 这场瘟疫与以往所有的瘟疫都不同 人们奋力想要击败瘟疫 却始终徒劳无功 每当人们看到胜利希望的时候 就会有新的变异病毒 就会有新的变异病毒重新把人们拉入深渊 目前这场瘟疫已经造成5亿人感染 600多万人死亡 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 更残酷的是 这场病毒还没有消退的痕迹 奥密克戎病毒的加速蔓延 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 BA2的出现 都在向人类宣称 它将永远与人类共存 人类能否战胜新冠病毒呢 其实早在2021年的时候 全球100多名病毒专家和医学专家 就曾经做过研讨 其中近九成的学者认为 新冠病毒很难被根除 英国学者甚至认为 新冠永远都不会消失 将与人类实现共存 当时人们听到这个消息 还有些不以为然 毕竟曾经多次瘟疫都成了过眼云烟 包括当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以及非典非炎 在人们看来 当年卫生条件如此之差 都能战胜瘟疫 更何况是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呢 或许此前的病毒 人类可以战胜 但这次的新冠病毒瘟疫 却有些与众不同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就有基督教信徒表示 听到了四骑士的马蹄声 所以他们坚信 这场瘟疫 就是白马骑士带来的超级病毒 并非人类可以战胜 白马骑士代表的就是战无不胜 它正是用一次次冲锋 一次次胜利 击溃人类反抗的决心 当然 圣经中并没有指定白马骑士等于瘟疫 只是说它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人们认为除了瘟疫 白马骑士还会带来各种天灾 比如大洪水 干旱 雷暴 地震 海啸等等 其实从2019年开始 越来越严重的不只是瘟疫 还有各种极端天气 美国的超级龙卷风 澳大利亚的大火 汤家的火山爆发 席卷亚欧非三大洲的蝗灾等等 这些偶然发生的灾难 集中爆发的时候 的确会让人怀疑 难道真的是有上帝的惩罚 所谓的天气 难道真实存在 只是一个白马骑士 就让人类遭受了无尽的劫难 击溃了人类反抗的决心 而在白马骑士之后 还有三位骑士 正叙事待发 他们又将带来哪些灾难呢 白马骑士战无不胜 带来瘟疫和各种极端天气 威胁人类的生存 然而 这只是天气惩罚的一部分 第二位降临的骑士 将带给人类更加沉重的灾难 当白马骑士的灾难 把人间折磨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第二位天气骑士 也被唤醒 这位骑士 骑着红马 手持刀剑 具有极大的权柄 能将太平从世间夺走 让人们互相残杀 第二位骑士就是 红马骑士 代表的正是战争和杀戮 此前有些人 对于瘟疫和极端天气 是白马骑士带来的灾难 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但2022年的一场 俄乌战争 让这些不相信的人 也改变了态度 红马骑士带来了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卷入其中 背后 还有各方势力利益的参杂 目前为止 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没有达成 停战协议 谁也不知道 这场战争 什么时候结束 而且由于等等的制裁问题 很多人担心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许俄乌之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但却可能是开端 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并非某次战争 直接引发了二战 而是德国对波兰的闪电袭击 日本入侵 中国东北 意大利攻打 阿西比尼亚等等 正是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集中爆发 才产生了混乱而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根据圣经记载 红马骑士出现之后 世间将爆发全面的战争 所有人都陷入疯狂 同类之间自相残杀 如果这种灾难真的出现 将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惨烈的 因为如今人类武器的发展 已经太过恐怖 尤其是那九个拥合或者非法拥合的国家 虽然大家都达成了某种控制核武器的默契 但谁又能保证 没有一个将要落败的国家 不会选择释放核武器来同归于尽呢 前有白马骑士带来的天灾 后有红马骑士带来的人祸 两大超级灾难将把世界毁于一旦 即便有人能从这种灾难中生存下来 想必也是苟延残喘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不过更可怕的是 天启的灾难还未完结 因为第三位骑士又该出场了 圣经中四骑士真的注定了人类的未来吗 白马骑士和红马骑士已经把世界搞得满目疮痍 但即便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们 依然无法重建家园 因为第三位骑士将带来更加恐怖的人间炼狱 当白马骑士和红马骑士把惩罚人类的任务 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第三位骑士也将降临人间 这位骑士骑着黑马 手里拿着一个天瓶 口中念叨着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 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 油和酒不可糟蹋 拿着天瓶的骑士是黑马骑士 他拿的天瓶并不是说代表公平 他依然是来惩罚人类的 根据黑马骑士口中的言语 人们推断 黑马骑士带来的将是最残酷的饥荒 对于生命来说 最恐怖的死亡就是饿死 人可以被刀剑砍死 可以被枪杀死 可以被雷劈死 但绝对不要活活饿死 因为饿死是一个极为漫长 且备受折磨的过程 这个折磨不只是身体上的折磨 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你明明知道怎样救活自己 但却做不到 只能忍受着巨大的饥饿感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死亡 黑马骑士给人间带来的就是饥荒 他手中的天平则是不公正交易的工具 在平时一千银子可以买十二升麦子 买三十升大麦 而在黑暗骑士降临之后 一千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和三升大麦 这代表了什么呢 没错 就是物价上涨 随着疫情的爆发战争的进行 所有物价都在悄然上涨 小到馒头米饭的涨价 大到汽车电器的攀高 就连着油价也登上了巅峰 由于油价的连续上涨 很多人已经把车扔在家里 宁愿走路和骑电弄车上班了 黑马骑士带来的物价上涨 已经初见端倪 但这还没有结束 因为从黑马骑士口中说的比例 当物价上涨十倍的时候 才是黑暗真正到来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吃的将是五块钱一个的馒头 二十块钱一份的米饭 此时世界经济或许也差不多已经崩溃了吧 物价上涨是黑暗骑士的手段 它真正的惩罚是饥荒 或许我们还感觉不到饥荒的到来 但实际上从疫情开始之后 饥荒就在逐渐扩大 在2020年的时候 世界粮食署就发表文章称 世界有五亿人陷入饥荒的折磨中 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 非洲和南美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量营养不良的人群 如今两年过去 疫情还没有消失 饥荒程度必然大幅度增加 而且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 这两个粮食出口国都受到影响 很多进口乌克兰和俄罗斯粮食的国家 都陷入了饥荒的困局中 中东和北非的国家无法购买乌克兰的粮食 只能购买价格更高的美洲和欧洲高价小麦 这让这些国家陷入了大面积饥荒 天灾人祸的频发必将加剧 饥荒的严重程度 在白马骑士红马骑士和黑马骑士的配合下 人间彻底成为炼狱 除了这三位灾难骑士 还有第四位灰马骑士 圣经中表示 灰马骑士的名字叫死亡 他拥有一切杀戮的权力 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 灰马骑士虽然手中无物 但却有生杀与夺的权力 目前地球人口近76亿 灰马骑士将杀死其中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世界会有19亿人惨遭迫害 如今瘟疫战争饥荒都已经表现出来 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怎样呢 真的会像圣经中所说 变成人间炼狱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